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本集看點,微微必定上傳伏筆 祖先莉莉就是上代肉球果實使用者 把歷史本文全拍飛,大雄果實會上到草帽團伏筆 最終會給到微微完美繼承莉莉 後兩百讚五十個留言五十個硬幣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看完留言我也找個最有趣的字體 之前說過有一個伏筆即將實現 那就是很久以前觀眾猜到偉田伏筆的SBS 大雄果實將轉移到草帽團身上 數字對應完美猜中 就連數字相加還可以得到大雄的懸賞金 而大雄現在就在草帽團的船上 這件事情幾乎已成了定局 那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或許線索就在空白百年的歷史裡面 孩子王目前有一大謎題還沒解開 那就歷史本文為什麼可以散播到各處 這些歷史本文是在800年前光玉族所鍛造的 但在800年後的現在 各個歷史本文的地理位置都不一樣 這裡當然可以說是搬運歷史本文來做到的 但這件事情是非常難辦到的 所謂歷史本文是有重量的 草帽團盜取蛋糕島的歷史本文 也是使用拓本來盜用 而不是整處搬走 再來歷史本文是世界政府想阻止的 怎麼可能讓別人這樣輕而易舉 搬到世界各地 或者說是洪水把歷史本文衝到各個島嶼 但這個機率也不是很高 所以比較合理的說法 我想只有一個 那就800年前的肉球果實使用者 把這些歷史本文給拍飛了 而這個人到底是誰? 劇情給出歷史本文非常相關的人物是誰? 目前線索非常少 空白100年跟歷史本文有關的重要人物 像是喬一波一、遠古巨人、巨像都算 但這種是屬於 本來就跟歷史本文是主線故事 他們確實有動機移動 但缺乏連結性 接下來講的這兩人 是目前最有連結性做這件事情的 像是剛剛說創造歷史本文的光月族 他們創造歷史本文 最後自己移動算是合理吧 第一創造歷史本文的光月族 再來就是最相關的 阿拉巴斯坦的女王莉莉 莉莉是在800年前劇情中 被點名跟歷史本文有關的人物 而且點名她的人還是義母大人 當時義母跟控布拉說了 一些關於第一之一族的言論 最後說了 如果那一天莉莉沒有犯下失誤 歷史本文這些不及之物 便不會散落到世界各處 但義母還是懷疑莉莉到底是不是失誤 還是刻意為之 直到控布拉說她們是第一之一族後 義母才發現她在800年前被被判了 所以莉莉算是最明確 讓歷史本文散播的人物 低了莉莉 我們把重點放在 莉莉為什麼一個失誤 或者是故意 可以直接讓歷史本文散播到各地 這件事情其實就蠻神秘的 你可以說 莉莉讓大家搬走歷史本文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義母會說是失誤嗎 這確實不符合邏輯 因為這樣就很明顯是故意的了 更有可能的就是 莉莉沒有管好歷史本文 或者是她自己在歷史本文上面動手腳 這個話題不管怎麼說 肉球果實拍飛歷史本文 基本上就是最佳解答 畢竟能完美的把一堆歷史本文散播在島嶼 只能是肉球果實了 這裡你就可以懷疑 到底誰是肉球果實使用者 方向有很多 像是喬一波一的夥伴有肉球果實使用者 畢竟之前有說過一個規律 若各式海團全員全部對應十字工會 不管是白獸之王 變美變醜 工具行走 船長被船員罵成豬頭 或者是即將要加入的成員 蛇姬可以對應加爛百合 白屋子二次可以對應白屋子 很明顯這些都是偉田刻意的對應 而喬一波一海賊團 很可能也可以對應草帽海賊團 像是有巨像對應喬八都是動物 或者是遠古機器人對應佛網機都是機器人 船長也都是妮卡 甚至你可以說龍馬也可能是他們船上的人 可以對應索隆 還有莉莉也高距離是他們的人 也可以對應上船的威威 你可能會說只是巧兒 但也可以說是偉田故意安排的 而這裡的重點就在於 草帽團即將要擁有肉球果實使用者 那喬一波一的夥伴應該也有才對 畢竟他們就是把歷史本文用善的最有可能的兇手 那到底會是誰呢? 目前最合理的答案就是 莉莉肉球果實使用者 如果是莉莉的話 那威威如果上船當第11人 繼承肉球果實就可以完美對應了 但其實要對應的話 不一定只能是威威 因為莉莉其實可以托付給別人這樣做 像是喬一波一船上的人 就有肉球果實使用者 那這個人是誰就很重要了 如果是狙擊手 那麼騙人部就有機會以此類推 好有了對於肉球果實的一些分析後 那今天的重點就在於 大熊肉球果實給誰才是最合理的答案 首先就是以前一直覺得的佛朗基 佛朗基一直以來都跟大熊很有緣分 像是都是機械改造人 或者是下波低諸島 第一個見面的就是他們倆 第一個第一個見面的已經形成對應了 那就雷蒂跟索隆 都是海賊王的右手 所以佛朗基繼承肉球果實是很可以想像的 第一佛朗基 再來我們來延續剛剛的話題 我想最好的答案或許就是威威的 如果原先的成員沒吃下的話 那麼就只能是第11人了 而威威剛好就在草帽團第11人的人選之中 目前高機率上傳的就有4人 波寧、威威、大合、莉莉絲 而這些上傳的人 高機率會吃下肉球果實 波寧、大合或許可以先排除掉 他們已經吃下果實能力 雖然波寧還有討論空間 但等等再談 如果威威可以吃下肉球果實的話 那麼就可以完成 威田最愛的對應 那就是她可以對應她祖先莉莉 莉莉剛剛說的高機率是肉球果實使用者 且她很有可能是喬一波一的成員 如果威威上傳加吃下肉球果實的話 那就可以是完美的對應了 我自己覺得威威以論點來說是很有機會的 但不看論點看外表的話是很難想像的 外表或實力應該就是威威不吃的最大反駁證據吧 第二威威 這裡你可以說波寧可能可以多吃一顆果實 畢竟她果實是實驗之後遺傳 這裡搞不好後面可以說她根本沒吃下果實 還可以吃下一顆 以繼承方面她確實也很適合 畢竟她是大雄女兒 而且她也是第11人的人選 所以她確實也有機會 但果實兩顆或者是實力太強 也是最大反駁證據 第三波寧 最後就是其他人 像是原先的草帽團 或者是除了波寧、威威、大合、莉莉絲外 還有其他可能會加入的人 或者是大雄本人會加入 或者是很多人在我留言區留的 給上一號吃如何 我覺得確實很有想像力 但這樣要怎麼發揮肉球果實最大的效用 確實讓人有點擔憂 我還是覺得給人吃會比較合理一點 這些都沒有以上三個可能大 所以只能放在其他了 第四其他 我自己給的排序就是 佛王基、威威、大於其他人、大於波尼 威威比佛王基低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動機 而是因為我真的很難想像 威威吃下肉球果實的模樣 剛剛也說了 這應該是唯一可以反駁 威威不會吃的最大理由吧 大家覺得誰最有機會呢 或想補充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值得一提的是 這些拍飛的重要歷史本文 幾乎都是與妮卡有同盟的種族 為什麼會說與妮卡同盟呢 那就要提到這個標誌了 中間一個大球旁邊八個小點 可以理解的就是妮卡在中間 這八個點就是重要歷史本文的地方 而這個圖形 威田參考的剛好也是太陽神的招式 在1111話中 魯夫vs無老星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巨人援軍 使用了一招太陽盾的招式 而這個太陽盾很巧的就是 北歐神話故事出現的一個真實東西 而這個盾牌上竟然就有威田埋超久伏筆 那就是這個八顆球 然後中間圍著一個大球的圖案 很明顯 威田的靈感很有可能是來自於太陽盾這個東西 以上就是今天的論點 大家有什麼想法留言跟我說 如果你覺得留言不錯我幫你置頂 如果大家向上分析今天喜歡留言 這樣才會讓YTB戰的算法讓更多人看到的感謝 也歡迎加入我的D7好賊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掰掰